当红小生冯绍峰与一线花旦赵丽颖自从恋情被曝光后就不断的传出结婚跟怀孕的传闻 不过当事人一直都拒绝证实消息 直到十月中两人才关身结婚 而此前赵丽颖特意停工休息 还有多次被拍到小富龙起的照片 乃至超声波的照片 都被认为是已经怀孕的表象 不过当事人还是避重就轻 更直接否认了明明写着赵丽颖的超声波照片是自己所拍 不过2019年的第一天 冯绍峰下午时分透过微博发文 知否知否应是一家三口 三分钟后赵丽颖转发同时留言 等候等候公营2019 正式的承认怀孕事实 冯绍峰跟顺道邦与赵丽颖所拍的热播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宣传 真的是一举两得 其实早在今年8月 有香港媒体已经报道赵丽颖怀孕的消息 并直指预产期在今年3月 上月月初更有传宝宝式男孩 当然冯绍峰跟赵丽颖 每次官宣都那么简洁 肯定不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不过每次两人被爆出消息 最后都会变成事实 不知道传说中 两人需要等赵丽颖生完孩子 收身成功后再补拍集婚照 还有不补办婚宴 直接把孩子的百育宴大操大办 这些传言最后又会不会成真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